台湾亮相了很多新式武器 比如猎损防空飞弹 陆基雄3反舰飞弹 天宫三行防空飞弹战术车队 以及较为神秘的雷达诱标车 今天火力军就来聊聊这个雷达诱标车 这款雷达诱标车为台湾自行研制 作用也很明显 就是让敌方飞弹打歪打偏 雷达诱标车可以形成特殊辐射场 混淆敌方反辐射飞弹的 飞行方向以及打击位置 让敌军的飞弹无法锁定攻击目标 增加我方的战场存活率 是乐山雷达或是飞弹车配属的雷达系统 那为何说其特殊 首先一般的雷达诱饵是模拟被保护目标的雷达信号特征 引诱敌方雷达受骗的假目标装置 通常在飞机 舰船 导弹等受到敌方雷达探测 或者跟踪时才发射或投放 以提高其生存能力 按干扰产生的方法 分为无缘诱观和有缘诱饵 按使用方式分为飞航式 拖拽式和投掷式雷达诱饵 飞航式雷达诱饵是一种小型无人驾驶飞行器 机上装有干扰装置 飞行距离为数十至数百公里 能模拟各种攻击飞机的雷达回波 飞行航机和战术编队 拖拽式雷达诱饵有机载和舰载两种 投掷式雷达诱饵是一种一次性使用的雷达诱饵 如博条干扰弹 干扰火箭或小型干扰机 当飞机舰艇受到雷达跟踪时 再发射出去形成诱饵 这属于是一般的雷达诱饵 飞弹都可以配备 早在03年的时候 台湾就为了应对大陆可能采取的巡航导弹 反辐射导弹等点穴战攻击模式 就已经为空军配合新一代雷达换装 各型雷达都已陆续装设电子优标系统 海军的雷达战也在2004年开始全面装设诱标雷达 以便在遭遇反辐射导弹攻击时 能借由电子干扰等方式使用导弹偏离攻击目标 从而提高第一集中直管通勤系统的防护能力 并早在天舰2A反辐射导弹上就配备了电子优标 由于反辐射导弹不同于亚音速的巡航导弹 有超音速攻击能力 所以在防护上采取带有混淆目标的电子优标方式的防护更为优先 在之后的升级中 海以电子优标为中心 加装了敌我识别系统 而雷达优标车本身就比较特殊 属于一动不动就把敌方的飞弹给干扰了 而且台湾这款新研制的雷达优标车 还与普通的优标车不同 根据中科院的资料显示 一般优标雷达车是分成两节式 拖车把优标放置定点后 人员马上离开 但是新型的雷达优标车亮相时 我们也可以看到并不是两节式 而且现场在介绍这款雷达优标车时 相较于其他常见的装备的描述 讲的并不多 各位看看画面 或许也觉得介绍和实体有些搭不上 也许是因为这款雷达优标车涉及到了军事机密 所以说较为含糊 具体的资料没有 相关的干扰范围也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大胆猜测 这是一种新科技 不再是简单的诱饵以及牺牲式 而是一种更为强大的雷达优标 使得敌方的飞弹根本找不到乙方的目标 最终乙方的雷达 诱饵车以及雷达或者飞弹发射车都毫发无伤 当然其如何干扰 以及范围 我们无需追根接底 重要的是雷达诱饵车的作用 在这次武器亮相中 我们还能看到裂损飞弹发射车 该发射车可以配备中科院研发的 天剑二型防空飞弹 最大射程45公里 专门锁定敌军直升机战机 甚至可以拦截敌军飞弹 尤其在部队移动跨区增援时 裂损飞弹都可以跟在部队后方 遇到敌军威胁时就可以立即发射飞弹 拦截敌方战机 可以说是军事阵地的最后一道防线 只是这种飞弹发射车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那就是发射飞弹后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 一般情况下 发射飞弹之后就需要立刻转移阵地 寻找另一个可以发射飞弹的地点 只是这种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飞弹发射车的效率 而且在移动时也会有一定的暴露风险 在有新型雷达诱标车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选择飞弹发射车 找一个完美的隐蔽发射点 随后在其附近放置一辆雷达诱标车 干扰敌方飞弹 使得飞弹发射车发挥最大功效 除此之外 雷达诱标车也可以用于无人机平台 诱骗敌方反辐射飞弹攻击 比如剑翔无人机搭配使用 要说无人机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那肯定是雷达 由于雷达是主动发射电磁波 并在目标上反射 所以无论无人机自身是否发射电磁波 都可以被雷达探测到 并且雷达通过发射与接收特定频率的电磁波 可以较为准确地得到被探测目标的三维坐标信息 如方位 距离 高度等数据 通过反射面积初步判断目标的大小 采用多普勒原理 还能进一步地得到目标的运动速度 而且雷达系统同样有自己的固有缺陷 由于电磁波可以在多种物体上反射 雷达的接收系统会接收到各种各样的反射信号 和真正的目标混杂在一起 产生杂乱无章的目标图像 用另一种诱标机型或者是辐射场干扰 可以说是无往而不利 而剑响无人机就分为两款形式 一是无人攻击载具 另一款则是无人诱标载具 前者为反制敌方导弹阵地及雷达站 后者则是反制诱敌雷达开机搜索 如果配合雷达诱标车 更是令敌人摸不着头脑 可以使剑响无人机可以更好的完成任务 甚至是执行更远更为重要的任务 目前剑响无人机作用于台湾本岛 外岛将设置四处阵地 以及相关设施 预计在2025年可以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剑响无人机的优异性能 其产量数量 还有希望从原本进化的108架往上调生 而且在当前的战争中 无人机可以说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比如在俄乌战场中 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莫斯科号 被乌克兰的海王星反舰导弹击沉 其中就有TBR无人机的功劳 正是该无人机吸引莫斯科号的防御系统 反舰导弹才有了用武之地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 台湾海军的反舰导弹机动中队 台湾海军目前暗制反舰导弹系统 是分两阶段进行的 第一阶段为2017年至2026年 主要是用于生产熊二熊三反舰导弹 以及对原有固定阵地进行系统性能的提升 目前第一阶段将在南台湾各县市 都设立反舰导弹机动中队的相关设施 包括高雄台南平东与台东 第二阶段部分则是为2023年至2026年 持续生产熊二熊三飞弹 并研制增程型熊三飞弹 并在岛内选定12处地点进行设施工程 包含机动发射车车库 驾驶训练场 周转库房 零件库房 以及战备管制室等设施 就目前而言 雷达诱标车与猎损飞弹车 再搭配剑响无人机 以及雄风飞弹与天空飞弹 是实力最强的搭配 也是最安全的一个组合 剑响无人机负责干扰敌方 雄风飞弹或者天剑2负责远程火力打击 雷达诱标车负责安保 这一毛一顿 组成了保卫台湾的最佳力气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朋友认为 这款雷达诱标车还有什么作用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